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比特币阿利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摩根大通他们发了一个警告 那么警告目前的股市的一个风险 那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咱们就是来演算一下 比特币未来走势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咱做一个免责声明 那本期视频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 请不要轻易的投资 因为这个市场的风险非常大 而且诈骗也很多 那么如果说你想快速的学习 并想从中开始赚钱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加入我这个会员群 会员群的加入链接在视频的下方 YouTube视频下方 那么B站的小伙伴们可以通过私聊的方式来 加我的这个会员的咨询 好那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摩根大通 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文章 那我这里是下午1时间10点19分 那这篇文章是21点 也就是9点半的时候发出来的 这是华尔街见我们发的一篇文章 但是呢我没有找到摩根大通 他发的这个警告在原文的出处在什么地方 但是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而且呢他这个分享的这个内容呢 跟我咱们昨天视频所表达的一种 一种警 一种怎么讲呢 一种这个警示呢也是如出一只啊 那他说的是目前可能还有什么市场不知道的黑天鹅 否则呢在没有战争 疫情自然灾害或者是金融危机等偶发事件的影响下 一般呢不会出现日股这几天 这种规模的抛售 那未来一个月需要密切关注 能让日本出于某种正中的政治 历史性的政治和经济动荡的发生 那么这个日本的股票呢 它是带来了全球的一种金融的波动 虽然说现在来看很多被这个无缘无故带崩了的 这个市场呢已经开始回弹了 那包括日本股市现在呢也开始回涨了 那但是呢我认为啊 那这不是我认为摩根大通认为 是应该是有什么未披露的信息 有些这个主力资金或者是大资金啊 他们想要掩盖的一些事实 没有告诉大家 那这是咱们昨天视频也是讲到的 那咱们昨天视频 也是分析到了这个美股呢 可能会受到波及 但是呢后来这个我们发现美股呢 并没有熔断 那所以说比特币呢 昨天的这个价格呢 在跌到就是有两次跌到五万以下 那么后来呢也是一路有了一个反弹 那等一下咱们会讲到这个反弹 到底会会是延续到什么地方啊 好那咱们接着来分析这个事情啊 那昨天咱们视频里面跟大家强调了 那是这种全球性的这种政治性的也好 或者是经济性的也好 或者是各种战争啊 潜在的这种未披露的信息 那一旦一经披露 那么这个波及的这个范围呢 就是会影响到全球性的这种东西啊 那尤其是现在美国 现在被贴上了一个标签 说是一个衰退的一个标签 那虽然说我生活在美国 那我感觉到这个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 但是呢 你要是说真的是那种 1929年到1932年的那种大衰退的话 可能还没有到来 但是呢 这种可能也是慢慢的一个过程 当然了 我并不希望出现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经济的大衰退 我们并不能去阻挠啊 阻碍或者是阻挡任何的这种潜在的风险的发生 这个呢 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另外的一件事情 就是咱们昨天的视频呢 我说到了就是这个比特币暴跌 全球古代牛市走了 我是说加密货币的这个牛市走了 那这个评论区呢 出现了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言论 呃留言 那么很多人都说 哎你这个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跌了看空啊 涨了看多啊等等等等 那我前面的确确实实都是在看多的 那包括在上个月的月底 啊月初月初的时候都是在说 那很有可能呢 很有可能马上就会有一个狂暴大牛市了 那后来就是比特币大会 真的是把比特币给带到了7万的关口 但是呢在7月 我们看7月31号 这是我后台的YouTube的数据啊 那在7月31号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月线呢 出现了危险的一个信号 那这种看空或者是这种警示的视频 往往呢播放量都很差 那大家看这个 我这个播放量只有998 那昨天呢 因为是特殊情况 所有人都在关注 那告诉大家这个牛市走了 所以播放量上来了 5520次播放 那这个之前的这个警示风险呢 反而是没有人看 那这个YouTube也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就是你永恒看多啊 那有一些博主天天在跟你做心理按摩啊 说这个永远看多 永远热泪盈眶等等等等 那他的流量呢 非常非常的大 那有一些博主呢 跟大家去警告 那这个是要逃顶了 或者是说有风险 风险马上发生了 但是呢 这种视频反而呢 就像我这个就是一个时时代的例子啊 那反而呢播放量很低啊 那咱们这个接下来来看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啊 那就是这个比特币啊 未来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 那到底目前的到底是一个反弹呢 还是说一个反转 好 那我们来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周K的这个图现啊 那之前 咱们在这个周K的上面 告诉大家这个两个指标 RSI和这个Starch RSI 那目前来看 大家应该能看到很清楚 这个地方 周K的Starch RSI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死差 那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现象 我当时 我想到呢 就是如果说他的一口气上到上边 那这个比特币到8万 甚至到10万 他就一口气就达成了 我没想到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市场 后续的这个资金啊 流动性啊 这么差 那到7万 他就停了下来 那也有可能是咱们视频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比特币大会啊 这帮人吹得太狠了 尤其是这个 不懂加密货币 不懂比特币的这个川普啊 可能会让一些大资金感到担忧 所以说他们就跑了 那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那好 那咱们来接着来说一下 那目前 我们看到周K的这种 呃指标呢 出现死差 那这个指标呢 也到了45.22 然后呢 开始掉头朝下 那到底会掉到什么地方 到这个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来看一下 那这个RSI的是 呃 还是能非常清晰的能看到 能给我们很多警示的一些味道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点位是在2023年的9月4号 那它是跌到了多少呢 它是跌到了43.94 那我们现在的是45.24 呃 那我们看2023年的9月份啊 2023年在这个地方 2023年的9月4号的地方 那比特币只有2万多对吧 当然了我们不 呃 并不是告诉你这个比特币会 一口气会掉到2万多 那只是说 那如果这个指标继续往下跌下去的话 那么有可能会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便宜的比特币的超级的一个价格 那目前你会问 哎 那你还继续看空的话 那目前这个比特币是不是在反弹 是不是你又在胡说八道 那我们看这个反弹 呃 昨天咱们跟大家讲到这个CME的这个缺口的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在这里地方看到是62,470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目前这个反弹的是要有可能的就是去回补这个缺口啊 那回补这个缺口到了62,400 甚至62,500 甚至会有可能会更高一点啊 那会不会再一口气下来再去测试这个高点 然后再下来 会有一个更低的低点呢 那这是我认为呢 有可能会这么这么走呢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昨天咱们也讲到了降息 那么降息呢 通常的降息的过程当中会把全球的这种股市呢 给往下带一带 当然呢 比特币是不可能一枝独秀 那比特币会一定会受到全球股市金融市场的影响 那从昨天日本市场这种动荡 我们就看得出来了 那日本市场动荡 然后比特币暴跌 然后呢 其他的什么欧洲啊 这个股市呢 都是震荡 然后比特币创了一个新低 这都是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说 那如果说未来 美股啊 或者是日股 或者是欧洲的这种股市啊 在这个美国美联储降息的过程当中 然后呢 开始走低的话 那比特币呢 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超底的一个区间 那这个区间到底在什么位置呢 我现在呢 不敢跟大家去说一个具体的位置 那大概呢 是在四万到四万五吧 那只能这么说啊 那我自己呢 是四万四万五 这个地方我是挂单啊 一直在挂着单 在等着去接这个底 那能不能给到 或者是更差一点 可能到跌破四万 那这都是有可能性的 这都是有这个发生的某种概率 一定的概率 那并不是说 你说怎么样 就一定怎么样 那就是也是应了我前面的这个免责声明 咱们这个视频呢 咱们这个频道呢 或者是我本人呢 仅仅的都是表达我对当前市场 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一种观点 一种个人观点的一种表达 那不构成一种投资的建议啊 那我现在呢 来看这个美国大选 对这个比特币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呢 美国大选的可能啊 不会给比特币带来狂暴的这种优势了 那我要改一改这个之前的这种观点了 我之前认为美国大选期间呢 可能会把比特币带到10万以上 那现在来看 我这个开始变这个消极的一种观点啊 不是以前那种积极的观点的 那我们看 如果说我们把之前的举行啊 上涨的这个举行来 再重新画回来的看的话 那么这个比特币的走势呢 有可能在往上走 假突破 然后再往下探 再往下探 那这是我希望看到 那这个时间节点呢 应该会在大选之后 或者是在12月份 或者是在2015年的年初的时候出现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说对了的话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 看咱们视频的这个频道的观众 到20到那个时候 你插到底了的时候 还会不会回来再留言 或者是说 你在本期视频里面 这个评论下面啊 你都可以继续来嘲笑我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那你的评论啊 你的这种留言呢 也是给我一种信号啊 OK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说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